原名崇拜毛主席 深情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 作者 星零难度 朗诵 兰媚 毛泽东思想总群 真诚奉献 回顾历史 缅怀革命先辈的热血情怀 感受学习他们为国为民现身革命的经历信仰 和无私万我的崇高精神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与发展壮大 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万民基业 付出了一生的经历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工具 同时 他也为全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的名字 和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官官伟业将永远照视人间 铭记在中国和全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心中 纵观人民领袖和保持毛泽东主席光黑灿烂的一生 毛主席改天换地 时所罕见的分分为继的历史史实 毛主席冠决如今珍爱的各阶段 各系列 各具体的诗词 讲话 语物和文章 毛主席能够惚惶璀 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无法体现出毛主席伟大的正确性 指导实践工作的可操作性 以及其全面成效对比的极具先进性 更为难免可贵的是 在任何时期的任何事事节点上 只要我们尽心地认真学习 善于深入思考 善于自我总结 善于灵活欲望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能够做到 战无不胜 事业永成 不管是军事指挥艺术 还是军事思想 军事理念 不管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设 进行相应的理论创新和文化发展 不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家工业体系的具体建设 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建 不管是社会主义新模化的全面模化 革新 健康持续的有力发展 还是为人民服务哲学体系的独立创立 以及在创建和普及为人民服务理念的社会主义的心思想 新信仰 新宗教等方面 毛主义都是人类历史上 旺国绝境 高山王子当之而愧的命运人 谁 一切为了绝大多数人民 绝大多数人民 就会把谁高高举起 并抬上神海 毛泽东 中华民族历史上 当前的民族英雄 他为全身架受负人 撒下的鬼鬼热泪 他对于压迫 不力和 腐败的强烈义愤 他对祖国和人民 诗人般的争负多情 他为人民翻身夺解放 而失去的每一位亲人 他所写下的每一行文字 他的笑容与好叹 他的悲创与机悦 他的伟大思想与圣贤风范 与每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血肉相连 十二月二十六日 原本很普通 却因为一八九三年的这一天 诞生了一个伟大的生命 而变得很倍普通 九日九日 原本也是个普通日子 但是当具体体现在毛泽东主席的身上时 却又有着准一准的不平凡 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 因为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主席的世事 而让全世界无限深爱着他的人民 痛彻心扉 这刻骨铭心之痛 决定了这岁月沉痛的永恒 毛主席在世事 中国人民全般略地感受了社会主义的平等和民主 并切身体抵护到毛主席的好 毛主席逝世之后 人民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知道了毛主席为谁好 为什么毛主席为谁好 于是 太阳最灰 毛主席最轻的歌声在此唱响了全中国 每逢圣节不思亲 又难更叛利于日人 每年的12月26日和9月9日 人们都自发地从全国各地感到韶山圣地 在毛主席在毛主席同性前 在毛主席遗迹的各处 在大江南北 在黄河两岸 在长城内脉 追寻着伟人的身影 感受着伟人的气息 攻击着伟人的风风伪迹 讲述着伟人的许多不可思议 以及至今还都无法用当今科学所能够解释的各种现象 传奇 人们用各种方式 表达着对他老人家的缅怀和思念 人们用节日的圣典 来纪念人民的领袖毛主席 一个美大生命的诞辰 同样 人们也用节日的承重 来悼念和缅怀一位绝世圣者 毛主席的离去 年盛世一年 形成了民族的民族 纪念毛主席 中文毛泽东 伟大的中国民族 伟大的中国民族 把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确定为圣洁的人民节日 每年的九日九日 更是人民世世代代 承重的缅怀纪念日 计念毛主席 感恩毛泽东 我们纪念他 我们缅怀他 我们感恩他 这是对民族精神的崇尚 这是对社会正气的弘扬 这是对国家希望的召唤 这是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高地的人民之声 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 中华民族都在普天同庆 庆祝人民领兴的战争 每年的九月九日这一天 华夏儿女都在深情期盼 期盼绝世的圣者能够重生归来 这一天 这一天 来动大众在饮水思远 纪念 纪念东方圣人的至上贤果和不朽的历史功虚 有人说 毛泽东的失败已经结束 再与毛泽东第一 可我们说 拥有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能重置成成 是的 毛主席 并不能束缚 但是 毛泽东思想 已经有胜 毛泽东思想 是圣人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 是主人的智慧 毛泽东思想 是中国摆脱危机 实现民族独立的坚强保证 毛泽东思想 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无敌利剑 毛泽东思想 是耐着共产主义的知误民族 毛主席说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人民说 毛主席 只有毛主席 才是珍爱人民的最伟大的领性 一个民族 不可以没有精神 毛泽东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一个民族 不可以没有信仰 毛泽东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 一个民族 不可以没有信仰 一个民族 不可以没有信仰 毛泽东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 一个民族 不可以没有信仰 一个民族 不可以没有旗帜 毛泽东思想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旗帜 历史 已经证明 必将继续证明 毛泽东时代 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 是中国人民最扬美统弃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 是经济发展最贵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 是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 毛泽东时代 是黄泽东时代 是黄泽东时代 是黄泽东得到最彻底光致的时代 新智长城 远不保 日出韶山 照神中 在被冰冷化四十多年以后 人民越来越思念 解放了他们的救星 毛主席 毛泽东 这个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 正大踏步 正大踏步回归他生态着的中国 至今 人民最贴心 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至今 正如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将永远 光耀中华纳帝 神中世界 郁尔玛帝 神中世界 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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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全世界 神世界 神世界 好